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借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会人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买卖我会人的股票 因为我不推借 今天台股继续在跌 外资继续在卖百亿 如果你听我的 你的操作一定很顺 你不听我的 那自求多福 那我们看今天台股 台股今天开盘 各位开小低盘 盘中还是红的 对不对 开小低盘以后还拉到涨15点 到最后既然是缩在最低点 128 跌128 看到哦 好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K线图 我都没有改变过 我就用一条线教各位 这是今年的高点 这叫历史高点 这个18619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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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定不会来 除非台币升值 我认为明年可能也不会来 除非台币升值 可能在最近这几年可能看不到这个价位 18619 这是我认为 那我的淡数是什么 第一个台币升值 第二个 基本面比现在好 可是 我认为 今年台股 算前半年台股的基本面 也就是好到 出乎人家的意外了 所以因为基本面太好 那 大家就不怕 买了就抱着 就觉得基本面很好 本利比很低 所以 这样才会让很多投资人 你输得倾家荡产 因为你把它当作 把历史 把历史当作是未来 大部分投资人都是把历史 什么讲把历史 你所看到的基本面 它叫历史 它已经产生了 可是股票市场往往是在反映 未来的半年 是未来的一年 那既然 来 既然台股现在基本面很好 为什么可以这样跌 那这代表未来的半年会很糟糕 所以我说今年 这个一万 来 18619不会来了 你看 在这里我有告诉你 每次我都告诉你 这叫趋势 一直往下 是不是一直往下 好 那 它要停止跌 它要上涨 起劫于什么 你看到这个 我说你会怕 这叫台币 台币今天最高 已经扁到了30598 你先想想 如果你的股票是这样多好 对不对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是这样有多好 是不是 可是你的股票是 是这样子 我不是讲一天吗 那我说可怕 可怕在哪里 你要记得 这里叫30598 好 我们回头来看 看这里 这是22个月前 我说 我市民心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绝对不是在告诉你 现在 有档标股我拿盖起来 叫你来参加会员 我不是 炒短线的人 才每天在介绍标股给你 我市民心带领 我的会员在操作股票 我所操作的 这个叫做经验 每一次的操作 它总是一个大波段 我一定从最原始 起涨或起跌 那个去做 所谓的资料的缩辑也好 或是如何去判断 它未来的涨跌也好 我都是拿证据给各位看 来 22个月前 11月6号 现在今天是9月2号 是不是22个前 22个月前 台股从30506 台币从30506开始升值 升值到28492 对不对 28.492 台股从8523一直涨 涨到13149 我在这里告诉你 你要做股票 你就看台币就好 台币升值 台股一定涨 好 然后到最近 好 拉近 台股一直涨 台币一直涨 涨到27514 台股涨到18619 这一路上 台币就一直升值 对不对 从30506一直升值 升值到今年的最高点 27.514 所以台股18619 好 结果台币已经扁了 扁到29.91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台股跌到前波的最低点 13928 那你去比嘛 假设台股13928比照台币29.91 然后今天呢 我们来看今天 好 来 我这个是刚刚印的 没有那么多 今天最多已经598了 来我印的是叫 我印出来的是597 最低 30.597 扁到最低 30.597 那我请问你 这个13928 对照一下吧 13928你说认为守得住吗 台币现在在这里 13928你认为守得住吗 再来就是 来 这里叫30.506 台股是8523 那今天再拉回来看 今天多少 今天是30 多少 598 说30.58 好 回头看这里 这里叫30.506 30.56对照下来是什么 8523 那你去想 18619 18619 会不会再来 好 各位开始去想 18619 你认为会来吗 好 今天 用今天 我都用今天 就算你18619好了 离今天 只有3500点的位置 对不对 18619 历史高点 18619 离今天 3500点 对不对 3500点 上去 假设真的会来 18619 还有3500点 往上的空间 那 你要去赌3500 还是来 看这里 今天台币当然已经30.580了 这里叫8523 好 看这里 14673 你把它除以2 我们把它用减 减8523 8523 有6100点 我问你 你要去赌 18619 有3500点 的空间 以今天来讲 上去到18619 有3500的空间 可是下来 如果到8523 有6100点 往下的空间 你要去赌什么 你告诉我好了 我问你 这种股票就这么简单嘛 你把方向抓出来 你要去赌 未来有涨3500吗 我现在没个人讲 18619 不会来 就算来也不过3500 如果它往下 如果跌到来 跌到30.506 这个位置 8523的时候 往下还有 再跌6100点 那会不会 今天一定不会嘛 下个礼拜也不会啊 我讲的一定不是 一天两天 我讲的可能是一年嘛 我说今年 或者明年 它如果来呢 我再讲一遍 不知道 因为我常常在讲 投资人 为什么你会赔钱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的股票真的很好 我从来不会 不会否认你们的股票很好 我不会否认 因为你买的股票 一定是EBS的很好 本益比很低 对不对 EBS很好 本益比很低啊 我们随便打一档股票吧 来 本益比 我长龙 这本益比是1.25倍 有时候想一想 这实在很悲哀 什么本益比1.25倍 什么叫本益比1.25倍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拿鸡蛋股票来讲 细创好了 细创来 我喜欢讲细创 细创去年赚50块 去年赚50块 50块 对不对 50块 去年赚50块 今年当然 今年到现在赚21 我们假设 那今年他总要 他应该除息了 应该啦 应该除息 除钱了 像这种股票 他本益比几倍 三倍 如果股价 假设1.1875 我用假设的 如果说公司说 我赚50块 我把50块 全部配息 配出来 那股价会不会跌 你买一张股票18万 他配你5万块 你认为他会不会跌 就好像长龙一样 长龙去年赚45块 当然他已经除息了 45块了 来 股价79 79块 算80块 长龙你买 他股价买80块 一张8万 他配你 他赚的都给你 4万5千块 一张股票如果8万 没错吧 79块7 8万 你买一张8万 他配4万5给你 你说他会不会跌 美国出在这里 这才是美国 所以投资这种股票 你们一直在看 EPS很好 本益比很好 问题是 公司跟要拿 坦的都给你配给你 这才重点 那公司为什么 不把它全部赚 全部配给你 为什么 他看不好未来 他想留点钱 未来如果亏损 可以补 我想比较直白一点 所以各位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是你们停留的概念 都是什么 因为你怕输 你怕输 所以你都买 那个最安全的股票 可是你忘记一件事 股价永远 那个高点永远 是反映未来的半年 像长龙这200多块 我一直要拿长龙 来比较给各位看 为什么 长龙的233块 是什么时候 去年 企业 对不对 请问去年企业的时候 他赚多少钱 去年企业的时候 去年企业 来 第一次第二 去年的企业 你看到的时候 在这里而已 对不对 在这里 对不对 7年企业 你企业还看不到 他赚7.95 可是他赚最多 是在这里 赚最多在这里 股价的高点在去年的7月 结果 这个赚多少钱 你会比 对不对 包括今年第二季 比去年的 赚超过一倍 可是为什么股价的高点 是在去年的7月 而不是现在 我每次都 不愿其反 跟我的会员讲 其实也就是一般的散户 散户永远 连保安理解有两点 他赚不到钱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赚不到钱 他明明说 我很用功 可是你用功 我就给你一个 方法不对 努力白费 你的方法不对 你挑的好的股票 没错 EBS很好 没错 本利比很低 没错 可是你忘记了 你忘记 半年后 一年后 这家公司 有这么好吗 这才重点 再来就是 这个重码就已经乱掉了 已经散了 你各位就不会费钱 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 吃一碗看那碗 今天要 这人要赚 明天来 大家算 跑来跑去 吃一碗看那碗 然后每天都沉不出去 一买就想赚钱 三天不去就要赚钱 怪不得各位赚不到钱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 你要做 一定要做逆事 什么叫逆事 没有人敢买的 来 我先给各位看这个 为什么没有人敢买 来 我们看 这道台股 你看到8523 看刚刚也给各位看 8523 涨到18619 对不对 8523涨到18619 涨一万点 上面这个叫什么 这叫生机医疗指数 同样8523的时候 它45点 然后它稍微涨一下 涨到78点而已 109年还不是去年 前年 前年的7月10号78.53 结果台股就跟你涨一万点 请问它有涨吗 是做现实 也不过现在才开始在涨 对不对 也就是生机医疗 是比台股 应该讲说 涨一倍以上 少涨一倍 所以为什么我去年 就不断提醒各位 跨不卖者 你要做就是做生意股 那生意股 已经成7号了 不是吗 来看今天 今天大阪跌0.87 电子一样 可是生意股涨2.21 这才重点 那既然输了 用什么方法 可以把输的赚回来 这才是你要的 我等一下拿 一档股票 也就是那个操作的逻辑 跟它的整个脉络 让各位来去想 我说趁现在 你还有钱 你都可以赶快把它换成生意股 活着的话 还是那句话 输完啊 不错 一了百了 没钱了你也不会完 那不是更好吗 就让输完啊 如果你还承认说 我不甘厌 不要再报你的股票 什么叫不要报你的股票 我们再看一遍 我一直在很想讲这档 你说他不好吗 各位 你告诉我长龙 以收盘来讲长龙 用长龙来讲 收盘来讲创新低 对不对 是不是创新低 台积电不好吗 台积电今天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 台积电不好吗 还是那句话 台币贬值 没钱 资金活水已经不见了 外资也不断地在卖 他管你基本面好不好 美颜一直在升值 美国的利率一直往上调 台湾的利率是零点几 半码半码在家 人家是三码两码在家 利率往上提 钱一定流走 这 小学有毕业吧 应该有吧 这个都懂吧 我就不愿其晚 讲不知道多少遍了 这个 这一张不用拿多久了 对不对 你们不相信 你说一万三千九 这守得住吗 再来 你认为会不会来 八千五百点 你认为会不会来 当然不是今天 也不是明天 也不会是下个礼拜 有人说老师 你说他跌到八千五百点 我认为今年可能也不会 哪有那么快 慢慢温水煮青蛙 煮青蛙煮到你们都输光了 对不对 他就只跌了 除非 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很自豪 我的任何一个会员都赚钱 因为我只会被打 因为我们的成本165 就算你 我怎么叫你买 你都不会买超过今天的收盘价 今天收盘184 我从来没有买超过这个价钱 你们自己买的来参加会员 那个可能就 未来你还要再努力 为什么 你买高价 然后来参加会员 当然 你就要辛苦一点 好 假设你又知道 你不要打电话来参加会员 休息一下再回来 本节目不推借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说我会员 什么东西 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 我不推借 好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北极星 因为这叫过程 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一定会想说 哎呀 我应该全部重压北极星 好 我们先看 这是北极星从626号挂牌 来 626号挂牌 他最低94 最高98 好 挂牌246第7天最低86.1 今天是200 各位 好 那我们先来看北极星的基本面好了 你看到北极星的基本面有吗 你告诉我有吗 何况到目前为止 北极星请问他有拿到药证了吗 他有拿到售钱金吗 没有嘛 都还没嘛 那股价就上来了 那我请问你 你是看到了他200人 你想说你应该要去买他嘛 假设他都没有涨 你敢买吗 来 626号 他挂牌这一天 94块 收95 95.2 最高98 好 你看到这里叫53块6 好 我这里都有写一个 其实这叫专业嘛 什么 我写了很多什么 内控送件 什么新春开红盘 然后送审购 什么上市花表会定 什么什么什么 这过程我都 从他开始 有迹象 也就是在新贵的时候 到他挂牌的这一天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这样多久的时间 我在 我代表人在做一档股票 我一定把所有的股票 譬如说我在做生意股 有很多人问你 我为什么不做北极星 因为北极星股本是43.44亿 是糖抗体的两倍 北极星有啦 有东西他就会癌 也送件 也在第一期第二期 癌症也在第一期第二期 什么都没有 那 盘氏不对我一定带我的股票 做最安全的 因为糖抗体 政府有三分之一的股权 有六万多张 那政府的股票 第一个 他有一个好处是 他 百分之九十九不会倒嘛 其他在新贵的股票 大家会怕啊 好 那既然他不会倒 他又有一个盲点就是 他一定要等到 他有授钱金的时候 他才会挂牌 通常 他不会默认其后就挂牌 因为他如果挂牌股 要飙上去 会被特定的人打他嘛 因为从浩鼎综艺的身上就知道 会有人刻意去打他嘛 那所以他就会很安全的 很安稳的 等到授钱的时候 他才会挂牌 也就拿到钱一斤 可是 你再看一遍来 我请问你 北极星拿到药证了吗 你在这里你不敢买 你今天到200了 你就甘肚子而已嘛 对不对 等到你看到他拿到药证的时候 我不是要说200了 他可能就跳功掌 咕咕咕咕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 你要趁着大家都还没有注意的时候 就开始买 看到没有 我说从来没有人像我这么专业的 你看他新春开拥盘 他什么宋神 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写得很清楚 这有谁 这我股票有谁 做这么仔细的 第一天挂牌 好到这里 那你有没有想说 这段时间来 他在新规最高137.5 最高了 当然这里是536 应该这样讲 我们 我当时在带我的会员买糖抗体 跟北极星 我有拿来做比较 那可是因为 去年的盘事还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要让我的会员安全一点 所以我们就去买糖抗体 包括他今天股价都比他少了嘛 今天股价才多少钱 今天股价才184 今天股价 今天股价才184 这股价184 好那 北极星也在这里 这里是626号 626号的时候 糖抗体是多少钱 糖抗体是 168 结果北极星626号的时候 才95 他的股本是糖抗体的两倍 那糖抗体当时的股价626号 他挂牌是168 他当时才95 现在北极星已经200了 所以你们会不会想说 哎呀对哦 应该在 应该讲说 你就算在这里没有买 你在这里要买 在这里要买 可是没有人敢买 所以我说像北极星这种成功的例子 一定会 我每次都讲 我讲过很多遍了嘛 我从联储我就告诉你 我说生意股不会只有一档 我当时讲药花药嘛 对不对 我说因为我们在 我们药花药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是 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他前额交割嘛 后来从280几 220几涨到600多嘛 我说药花药 因为不会只有药花药 这种股票会不断跑出来 那北极星就是现在 所有的头顾老师 大概都在讲北极星了 对不对 什么时候讲 你告诉我 大家都拿这个资料给你看嘛 有谁有办法 这张也不是我今天拿的 有谁有办法 在当他挂牌的第一天就告诉你 就把他资料都当到下来 而且把日记 把他怎么挂牌 怎样怎样 我应该真的讲 我代理我的富人在操作股票 他是在操作 所以我们做的股票 是最少的只有一档 我不是在介绍股票 我介绍股票 我可以每天都介绍新的给你 介绍股票就好像报纸一样 每天都有新的 每天都有三五档给你 那个说不好听 那个报纸就有了 周刊就有了 你干嘛参加投股老师 甚至有些财经节目 他那个晚上的节目 都不要钱了 很多名嘴在那边 跟你报名牌 那不要钱的 你干嘛参加投股老师 参加投股老师就是 你的资金要很凶 你要敢买一档 因为你要赚向来 我就拿北极星 你要赚的 要比北极星还要多 这才有意义 那我说北极星的股本是唐抗体来 北极星的股本是唐抗体的两倍 对不对 这一天唐抗体168它是90几 现在北极星200的它还在180几 我说台湾有资格去 要拿诺贝尔奖的翁启卫先生 这个就是他的本业吧 这才可以 那其他的 绝对 我说讲 这叫主机嘛 这叫主机嘛 只是他时间还没到而已嘛 为什么 我说他可能就最后一棒 什么就最后一棒 就好像接力赛一样 接力赛最厉害的一定跑最后一棒嘛 对不对 可能是第一棒 但是最好一定是最后一棒 因为最后一棒要赶啊 他速度要快啊 所以接力赛最后一棒是最快的 而且会跑最快的 我也夸起来海口 各位这里来拉近一点 这里要251.5 今天是收盘184 拜托各位 我现在每天都告诉你 现在的逻辑都在250 应该我这样讲 现在当然200以下 这样讲比较快 因为他说可能很快就上去了嘛 你们千万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已经创新高 有很多人做技术指标了 什么叫技术指标 都讲说我创新高才来买 突破景线我才来买 可是他这种股票 他不是像 不是这样你每天都可以买 这种股票可能一天后 三天的时间就 就上去了 你根本就买不到啊 所以我说 假设你想要像北极星这样稳健的获利 要大不断操作的人 有没有下一档比北极星更飙的 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操作的 或是你有这种股票的 想操作弹抗底的 打电话 面同学生再会